哈喽大家好,现在到7月份了,又到了吃葡萄的季节了 现在的葡萄非常的甜,而且汁水特别的多 但是葡萄在生长的时候,果农为了防止病虫害会喷撒很多的农药 特别是在葡萄快成熟的时候也会再喷撒一次 大家知道葡萄上面这种白色的叫什么吗? 在葡萄采摘下来以后,果农为了让葡萄更加的新鲜,保质的时间更长 会喷撒一层保鲜剂,这个白色的就是保鲜剂的残留物 这个吃多了,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教一下怎么样清洗葡萄,清洗的会更加干净 葡萄只有清洗干净了,我们吃起来才放心 我们准备一把厨房用的剪刀,把葡萄连同果地一个一个的剪下来 连同果地一起剪下来,这样葡萄不会破损 不会在清洗的时候进行二次污染,农药残留也不会进到葡萄中 全部剪好以后放入菜篮子中 再准备一个大点的盆,加入两勺食盐 一大勺面粉,一勺小苏打,一勺食用碱 然后我们再多倒点清水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用它来清洗葡萄非常的好 它能够吸附掉葡萄表面的脏东西 食盐,小苏打,食用碱能够杀菌 然后我们用手把这些搅拌化开 搅拌化开以后把葡萄倒入盆中 然后我们把葡萄抓洗下 抓洗葡萄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轻轻的洗,不要把葡萄破坏了 如果把葡萄表皮破坏了,这样的话在洗葡萄的时候会进行二次污染 农药残留和脏东西就会进入葡萄中 那么我们还不如直接吃呢 清洗干净以后捞出来 大家看一下,我们清洗掉了很多的脏东西,而且还有很多虫卵 可想而知,这些东西吃到体内,后果不堪设想 再把葡萄倒入盆中 然后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 我们把葡萄再浸泡一下 浸泡15分钟,把葡萄充分的杀一次菌 15分钟以后,我们把葡萄捞出来 把盆中的水倒出来,葡萄倒入盆中 然后加入纯净水或者三泉水 我们把葡萄再清洗一遍 最后洗也是轻轻的洗,不要把葡萄破坏了 表皮破坏的话,这东西会进入葡萄中 清洗干净以后,把葡萄捞出来 放入果栏中,我们就可以吃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清洗的葡萄非常的干净 晶莹剔透的,看着都有食欲 看着多想吃几个 这样洗的葡萄,盐皮都可以吃的 葡萄中营养丰富 多吃的话,有助于我们的肠胃蠕动 在吃的时候,我们把果地拉出来就可以吃了 这个小方法你学会了吗 大家喜欢的话就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帮忙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